做执法的选择的话 基本上我们第一点 我们必须要评估 它的一开始 它所需要的一个法量 那我们在执法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在这个执法之前 如果有一些长期在服用的 一些药物等等的 我们医生都会做详佳的 去做一些评估 一些抗瘾血剂这些等等 会影响到手术的过程的这些的 必须要跟医生好好地做一些商量 再下一点就是说 我们执法完毕之后 基本上大概头三天 我们不会去做一些 什么用力的搓揉 像这样子的一些清洗 那当然还是要配合执法的医生 看看你是选择哪一种的术室 哪一种手术的方式来做执法 OK 后面这边的话 就等于是一般的伤口的照护 前面的话 这边种上去的毛 基本上要到执法后的两周之后 它才能够非常的稳固 非常的稳固 所以前提之下就是说 在刚种完执法的 刚执完头发的这个前两周呢 不适合做所谓的剧烈的运动 当然更不能够去游泳 伤口的修复的过程中间会有点痒 切记不要去抓它 不要去烧抓它 可能这么宝贵种上去的毛 基本上若没有好好去保护它 它也会有弱法的一些状况 再接下一点 当我们种上去的毛 它不会马上立即蓬勃的生长 所以说当我们种上去的毛 当我们什么时候来评估 这个所谓的毛发的生长的一个 一个蓬勃量呢 大概是要等到手术之后的 九个月到一年的时间 它才会慢慢的进入整个正常的 一个生长的周期 甚至到说刚执完法的头两周到六个月中间 会经历过有一阵子的所谓的落法期 那这个时候还不要担心 它会再重新再进入这所谓的生长期 再重新的适应新的环境 然后重新的来做一定的生长 所以说呢 在你我们确定要接受执法 第一个当然是要慎选医生 慎选团队 在手术之前呢 要跟医生好好的讨论 我们的期待值 还有我们手术的方式 手术的术室 还有不同的手术的选择的方式 接下来我们伤口的照护 之后呢 如何定期的回来追踪 看看一下说你毛发的生长 这个中间需不需要 还有其他的一些药物的一起介入 来让我们的土壤能够更好 让我们种上去的头发能够更好